许多人会害怕布娃娃 总觉得有一双眼睛 在盯着自己看 也有许多和娃娃有关的怪事 而最近又添了一张 英国有个老师 在装潢家里的时候 扫开了厨房里的一道墙壁 没有想到这面墙的后面 是空心的 里面摆了一张小椅子 还有个娃娃坐在上头 而旁边更有一张字条 写着这一张娃娃 杀了前屋主全家 让人不寒而栗 当然也有些人觉得 这或许只是 以前装潢工人 所留下来的恶作剧 但无论如何 世界各国都有 和娃娃有关的 跪异事件 而在墨西哥 更有个挂着 上前只恐怖贵娃的岛屿 更有着贵娃新娘的传说 马上来一探究竟 你喜欢娃娃吗 相信有很多人的答案 都是否定的 因为总觉得摆在家里 就好像有双眼睛 盯着自己看 尤其是做得越是精致 看起来越像真人的娃娃 那就更让人感到害怕了 世界各国都有关于 鬼娃的恐怖传说 而在最近又增添了 新意中的 卫异事件 英国有一位国小老师 这段时间正在装黄新家 他发现放冰箱的地方 居然又跟电线连向墙壁 一敲开正面位于楼梯正下方的 厨房墙后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一尊拳头大小的娃娃 就坐在特制的小柳条以上 不只是如此 在娃娃的腿上 还摆了一整字条 屋主路易斯也说 从去年搬进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间房子怪怪的 朋友们听到了娃娃的事情后 也强烈建议搬家 不过他认为 这有可能是前屋主 或是装潢工人 所留下来的恶作剧 只要讲到鬼娃 那就一定会提起这个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地方 更被列为全球十大恐怖禁区的 墨西哥贵娃岛 搭船身入美丽小河的深处 气氛也逐渐轨 现在我们在美上市区 在比赛尔的沙特区 进入沙特区 马上到我们将来的下处 有可怕的 在海岛的山东 满堡满堡的娃娃挂在树枝上 钉在建筑物上头 光有看的 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燃 不过这座小岛怎么看 都不像有人住的样子 那娃娃总不可能自己 长脚跑来这里吧 原来这背后有一段故事 先把时间往前拉 那时候还有零星几个居民 住在岛上 那时候还是个普通的小岛 有个名叫朱丽安的人 在河边发现了一具 女孩的遗体 Houlian lived on this island in isolation and the story goes that he discovered the body of a young girl off the shore of the island Houlian was reportedly overcome with grief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could not save this little girl Legend has it that shortly after her body emerged a doll appeared where her body was 据说每天深夜 朱丽安就会听到女孩 痛苦的尖叫声 或许是年纪轻心 就失去生命 心有不甘吧 自此小女孩缠上了朱丽安 她不堪其要 想出了一个办法 朱丽安开始搜集玩具 把他们挂在岛上的每个角落 希望这些娃娃可以分散女孩的注意力 据说朱丽安从开始搜集娃娃之后 就不再与人交流 过着自己自主的日子 和岛上的娃娃 一起悼念故事的女孩 不过巧合的是 在2001年 朱丽安被人发现 城市在河边 可怕的是 她被发现的位置 就是当初 女孩 逆死的地方 之后 鬼娃娃岛变成了一个观光景点 很多胆子大的人 都想来这里 一盼就尽 而女孩 冤魂不散的传说 让这里 也被列入了 全球十大恐怖景点 墨西哥除了有鬼娃岛 更有个 鬼娃新娘传说 在墨西哥北部 有一间婚纱店 在橱窗里头 有一尊 栩栩如生 披着婚纱的人体模特 就站在里面 传说 她的手上 血管清晰可见 眼中 更散发出 妖异的光芒 仿佛下一秒 就会动起来 她是墨西哥 鼎鼎大名的 贵娃新娘 帕斯卡拉 当地人都流传着 她就是店主 死去的女儿 La pasqualita first appeared in the window of a bridal store in Mexico in 1930 the locals were supposedly immediately struck by the mannequin's lifelike appearance I mean her face is so unbelievably detailed she's super expressive she's super expressive she has real looking eyelashes her eyes are glassy and shiny like real human eyes her hands have a crazy amount of detail in them 帕斯卡拉 是在1930年的某天 突然出现在婚纱店 橱窗里的 当地居民都觉得 这个人体模特 怎么那么像 店主的女儿 于是就有了 这个说法 people say this mannequin bears a close resemblance to the daughter of the shop owner her name was Pasquala Esparza according to the story the daughter was preparing to be married when she was tragically bitten by a black widow spider and succumbed to its poison on her wedding day and it wasn't long after her death that the mannequin appeared in the shop window and that's where this whole legend began that maybe it's not actually a mannequin maybe it's actually the preserved body of this unlucky bride-to-be so maybe this shop owner lost their daughter and was just so heartbroken that they wanted to keep her still in the family in the store window 这些传说 让婚纱店的店员们 天天都提心吊胆 尽量避免晚上 一个人留在店里 甚至还有居民 信誓旦旦地说 在夜里看到帕斯卡拉 动起来 而这些怪异的故事 吸引到了无数 超自然爱好者 带一窥贵新娘的真面目 这也让婚纱店 成为了著名景点 不少人都说 看着帕斯卡拉 让人大从心底 感到恐惧 不过为什么人类 会如此害怕 徐徐如生的娃娃呢 那就要提到 恐怖古理论 恐怖古理论 最早是由心理学大师 弗洛伊德 在论文里面阐述 而成为著名理论 后来在1970年 由日本的机器人专家 孙正宏同志提出 他的假设是 由于机器人和人类 在外表还有动作上相似 所以人类会对机器人 产生出正面情感 但当相似程度 高到某个点的时候 好感度就会开始急剧下降 但是 当机器人的制造者将机器人 披上人类的皮肤 加上头发 试图让他们 模拟人类的说话方式 人们却不再认为 他们可爱 或是感觉亲近了 因为他们正尝试 变成人类 但是身为人类的我们 对于如何辨识同类 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只要这些机器人 有一点不像人的感觉 无论是动作僵硬 皮肤不够真实 或者眨眼的速度 不对等等 我们都能轻易地 察觉到不对劲 并且产生反感 这就是所谓的恐怖骨 其实恐怖骨 并非一个正式的症状 无论是支持或反对者 都无法提出确切的证据 指出产生恐怖骨的原因 而不少电玩或是电影作品 也会利用恐怖骨 像是在2019年上映的电影 爱与爱丽塔战斗天使 女主角的眼睛大到异于常人 也让不少观众觉得不舒服 各国都有着诸多和鬼娃有关的故事 要考证到底是真的超级现象 还是以而传而的谣言 其实有很大的难度 不过总归一句 信者很信 或许很难有个肯定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